那问一下汪浩大哥 同时呢今天美丽岛电子报追踪的政党支持度 民进党相对乐观支持度36% 那国民党还是有铁盘 那这个铁盘基本盘显然萎缩了 可是还有两成二 那民众党跟时代力量的民调 在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过程当中都不到五个百分点 你怎么观察现在的变化 对 我觉得这次选举的重心 越来越从总统大选变成了国会的攻防 我觉得这个国会的情况确实是值得大家进一步重视 特别是这个周末的双城案 都是跟国会议员有关的 那如果大家把这个历史放长一点来看 自从1949年到现在70年 台湾的国会国民党主政66年 也就是说这个国会除了过去四年是民进党绝对多数以外 过去66年都是国民党多数 不管是在陈水扁当政时期也是国民党多数 所以国民党的议员 国民党的立委 立委党团 他们长期的主政 形成了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就是他们有很明显的特权权贵关系网 有很明显的利用特权来瞧事情 来瞧资源 来瞧好处的这样一种风气 这样一种习惯 所以他们情不自禁的会去利用关系 马上用到台大急诊病床的这样一种资源 就是不符合比例原则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这样利用资源 为什么这个周末他们待在台大这一床 引起各界舆论跟网路的反弹 台湾社会真的大家都知道 台大病床有够难瞧 台大不是只有病床难瞧 我讲台大的门诊都难瞧 台大有几个名医的门诊 你永远轮不到你挂 或者网路挂 然后挂了半天你录个印 怎么你永远录个印进去都全满 然后有些医生愿意加挂 就是说我本来已经挂满了 但是徐清皇来我给他加挂 陈高超来我给他加挂 但是为什么会买单 因为有人拜托 所以台大某些名医不但你连一般普通门诊挂不到 你要加挂你得承认你得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人一般时候加挂不到 然后挂号都有学问 台大有些医生 那个挂号热热等 你挂到38号 结果从早上9点等到中午12点1点都还没等到你 有些人的号就是会比较前面 有些人同样看门诊 就会比较有时间跟效率 所以在台大的医疗资源本身确实存在阶级问题 而且是很严重的阶级 而且台湾社会想要挂台大诊的人一定都理解都认同我在说什么 我是不知道我从来没在台大医院看过这个 台大最严重 一般的医院挂门诊没那么艰难 台大最严重 前两年那个有一篇周刊去访问台大的医生 台大的医生自己有承认 他们确实在看比如说排病床 或是有些特殊医生的诊号的时候 要看后面的主是谁 这个主不是上帝的那个主 这个主指的是说 你今天来的这个人后面 有没有哪些有利人是在帮你处理这件事 那当然一般人也有可能可以排到 但是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空间力气 或者你就是这个现场诊 然后一直后诊 早上5点去排队 对那你的现场诊 有些医生心软 虽然本来你没有挂上号的 可是你现场挂 他也许就加挂 可是就是说一般人要看台大 特别是如果明医明诊 确实都是艰难的 是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一次双存案件 这个从里面充分表现出的是 国民党的一个党团文化 它就是一种非常习惯性的利用特权 利用资源 利用这种这个侨关系的这个本事 去去这个 去来吸引所谓媒体的注意来做秀来做这个事情 当然了这个相比之下了 我觉得跟共产党比还是还是可以的了 共产党 共产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共产党他们都是有高干病房 有高干病楼 这个上海的这个高干医院 给江泽民住的朱镕基住的这个医院 都是一整栋一种栋 全是给高干用的 一般老百姓根本进都不能进 不要说是排队了 那我以前在上海亲戚看病 也是这个癌症晚期在这个病床的 整个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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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房间 大概有40个病人在一个大房间里面通铺 都是癌症晚期的这个 那另一方面就是隔壁一栋楼 都是高干楼 都是VIP房 都是VIP房 那你要什么样的 那我 这个就是头等舱跟经济舱的差别 对 所以我就说像陈玉珍 他不是前一段时间有讲吗 这个金盟的问题瞧不好就靠中央吗 他当时说的中央是北京那个中央吗 所以我是觉得他看病可以去北京看了 他可以进高干病房 这样一定可以得到 可是夹到手他们会收吗 不管还要做秀吗 他不是为了 直接送口改去 我问一下这个常佐 怎么观察小党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现在慢慢的看起来 应该是到了选前之前 这个蓝绿越来越紧绷 所以有一些小党本来 他之前的这个民调的数字 应该会慢慢的在下滑 那这个大概也是过去几年 有政党票之后的一个这个趋势 那你从时代力量离开 我今天看到的时代力量3.4%也是我这一波看到的相对低的数字 几乎是最低的数字 我今天看到民众党也破底 时代力量也破底 对这当然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民调数字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结果 但是趋势是一致的啦 就是越接近投票日的时候 小党他的这个数字通常会越来越低 那低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 因为那个最最重要的选战的这个焦点还是总统大选 所以总统大选越紧绷 那他就会让这些这个投向大党的这种可能性是越强的 那当然刚刚韩国瑜 我们在讲韩国瑜他当然是一个很特例啦 因为一般会期待说母鸡的票应该是要比政党票还要多嘛 那这个当然一个相反的状况 我们这是一个比较特例 但是那个紧绷度会在 讨论度也绝对是总统的会原地其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是这样 那只是要讲说我认为最终 过去几年长期看下来 政党票非国民党非民进党加起来 大概就是10%到13%左右 加起来以后就是有限这样子 对那所以我认为因为就是紧绷到最后 还是决定要投给小党的 大概加起来是10来% 那这个10来%到底 像上一次的话当然是说 5%多给实在地上 6%多给亲民党嘛 就是这样嘛 大概是这样 那以前的话就是 也曾经是台联拿到这个8%多嘛 亲民党现在是拿5 6% 所以大概这个就是一个 我认为就是差不多12 3%的这个状态 就再怎么紧绷最后还是会有10来%的人